最近台南市的警六分局 是接获多起呢 計程車的竊盜案件 十多名呢 問蔣的車窗被人擊破之後 錢財被偷 那麼最後警方花了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調閱上百隻的監視器 逮到人了 那麼懷疑呢 這名嫌犯打破車窗玻璃 搜刮財物 在變裝逃逸 設有重嫌 向法院深壓獲准 凌晨三點多 夜色昏暗 台南一名男子鬼鬼祟祟 從巷口走出來 不時緊盯周圍 觀察有沒有監視器 照著他 此時他的口袋鼓鼓的 雷偷裝來的 都是偷來的零錢 而再過了幾天 又是深夜時間 一樣剛偷竊得手 不過這次更謹慎 身上穿的衣服 剛變裝換下來過 快步離開現場 這名嫌犯下手目標都一樣 就是鎖定計程車 近期受理禁人車車內切到 鎖定一名四十多歲的男子 不定時隨機打破車窗 收刮財物 四十多歲的黃姓嫌 自以為偏僻 角落變裝 設定斷點就能躲避追查 警方調閱上百隻的監視器 逐一抽絲剝繭 耗費一個多月的時間 還是將證明黃姓 妾嫌 繩之以法 將犯嫌逮捕歸案 全案以加重 切到罪 以請地檢署偵辦 那地方法院並遵遵預防性積壓 十多名小黃問獎受害 雖然每次得手都是存放車上的 連錢罐數十元到幾百元不等 金額雖然不大 但移送側辦之後 台南地方法院已有重複實施犯罪之餘 仍然將它裁定積壓 記者楊華台南報導